马可福音二章五节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 小子,你的罪色了 有人对友谊说得好 朋友就是了解真实的你 知道你的经历 又照单完全接纳你 还能够温柔地邀请你继续成长的人 这个摊子得到医治 耶稣特别提到的是他们的信心 这个他们是包括摊子 还有朋友们的信心 这四个忠诚的朋友 不顾可能来自法利塞人和文士的责难 突破拥挤的群众 吸引了耶稣的注意 得到耶稣对摊子的医治 这件事提醒我们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这四个朋友一样 可以为了别人的问题 而如此付代价呢 并且有信心的为别人求医治 不管是病痛 或者是婚姻触礁 失忆失业 孩子成瘾 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带导的信心 也是很重要的 因着我们的信心 耶稣今天也要彰显他的大能 解决人一切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